吃货 有啊 玩家 在这 达人 这是我 我是吴依佩 邀请你一起探索迷人的小日子 青春有主见 他们最亮眼 POP有够近 吃喝玩乐最有近 10月17号星期天的早上10点钟 欢迎再度回到第二小时的 POP有够近 我是依佩 其实从现在看来 大部分的人的工作啊 或者是生活啊 也是渐渐的在恢复了 就是说如果你大家限制太久了 你好不容易现在 就是感觉好像每天都在加一加二 然后有时候 甚至我们有时候有加零的时候 大家就觉得稍微可以 把一口一股怨气 有没有 从五月一直到九月的这股怨气 好好的给他发泄一下 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 戴口罩是必须的 还是记得你出门在外 回家之后一定要请洗手 好不好 然后尽量不要用手来接触口笔 然后最近身边也有朋友在分享说 其实好像稍微可以放心 进剧场来看戏 我觉得这件事很棒 你们有这种觉醒 可以说是台湾的剧团才会有救 好不好 我那天才问我一个朋友 傻傻就问他说 不是啊 电影院也是没花做 那剧团也是没花做 但是为什么电影院都没有在哀嚎 但是剧团都在哀嚎 他说不是嘛 那个电影院你可以 就是增减这个播放的场次 你可以播多一点啊 那你这样子用同一部戏这样来播的话 你可能可以balance一下 可是剧团不是 不是你说你什么时候想演就能演 也不是说场地你想要就能要 所以在各大剧团都在切场地的同时 你看五月到九月 大家都不能演出吧 然后现在全部都挤到下半年度 好 我们今天在现场就要跟大家推两部好戏 都是春河剧团的戏 所以今天我们当然请到了超强阵容卡斯 我们请到的是春河剧团 包括了魔法阿嬷 还有另外一部是好好爱我青春追梦人的 校园歌喉站的制作人 郎祖明 祖明哥来到节目现场 祖明哥你好 哈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宜佩好 我是郎祖明 好你知道礼拜天的一大早十点钟 就可以听到我跟祖明哥就是感觉 我们有没有拿出剧团人的这个 振奋精神的功力 就必须要告诉大家说 请大家真的要进剧团来看 就是进剧场来看戏 五月到九月其实我刚刚说了 所有的剧团都很可怕 都惨兮兮 春河剧团还好吗 剧团不会有好的吧 这段时间大家怎么度过 我们一定要一直不断 因为你看每个剧团来我的节目当中 我就一直不断的请他们 好好的让政府可以听到我们的呼喊 对其实从五月 因为我们本来上半年的演出 就是五月开始 对五月到七月 那结果刚好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整个上半年全部都取消 也没有办法再演了 全部都取消 那所以其实对剧团来讲 原本应该是它是一个两面的 等于是说我们原本已经收进来的 这个票钱 要再吐回去 没错 对然后加上说 那没有收入之外 你还要再付出 你原来原本已经预计会有的 这个收入 所以是双重的打击啊 那这个这次比去年还严重 因为去年五月到六月七月差不多就慢慢的 但是今年是因为的确是比较严重 所以其实对剧场本身对剧团来讲 它的打击是比去年要来的大 对而且我们从升二级开始到现在十月的还是二级 对全满的状况之下 假设是百分之百的票房 那我们通常剧团你可能七成八成 有可能回本 对 有可能回本 对 还不一定要看你的制作的大跟小 这真的耶 可是那你现在如果票房直接降到一半 因为梅花座兼个座就只有五成 六成最多 那其实真的是演一场赔一场 但是你要不要演呢 对我们来讲就是说 那我们还是得要继续的往前走 就是说你可能想办法从其他的方面去控制预算 然后让他赔少一点 然后看看之后有没有办法再处理 因为我们就看国外的案例嘛 国外从百老会从去年的二月开始 是 停演到今年的九月 中间是全部没有演出 七个月的时间耶 呃不不一年多 一年多了 对对 从去年到今年 去年的二月到今年九月 他上九月初才开放 哦是 对九月初才开放 那国外我们可不可以借进国外 国外到底是怎么在处理这事 百老会他们后来怎么处理 国外会比我们更惨 因为像百老会他是完全是一个商业剧场 没错 对 所以他们即使是有政府的一些补助 那是针对个人的 可是就整个产业来讲 其实影响是很大的 是 那台湾当然我们文化部也算有一些补助 但是补助毕竟是因为有这么多的团 对 你不可能每个团都照顾到 所以就是说我们很感谢有些许的补助 维持某些能量 但是说实在话 如果这个 我们如果像美国那样子一年多没有演出的话 那我们就倒了 我们就真的倒了 其实大家去想一件事 为什么我说每次在我的节目当中 现在还是请到各大剧团的 一直不断的宣传戏 当然也会希望说听众朋友 假设如果大家对于进剧场有兴趣 或是你本来就是会进剧场看戏的朋友 大家可以思考一件事 就是我觉得有一些事情 我们如果现在不起来支持 是你有可能是真的看不到 因为你自己在想 假设如果奇葩一般的公司行号 你产线还是在跑 你还是会有收入 但是剧团这件事情非常的残酷 因为剧团是靠卖票来经营整个剧团 所以你卖了票 你有了作品推出 你卖了票之后 观众进来看戏 我们剧团才可以收到这个票 才可以拿来 譬如说不仅也是钱啊 所有的工作人员的支出什么才是钱 所以现在的情况等于算是完完全在吃老本 这也不是老本 也没什么本可以吃啊 这重点是还没什么本可以吃 太惨了 所以我觉得假设如果现在已经到了十月中了嘛 假设如果大家觉得说 我也去其他的地方观光产业啊 譬如说现在饭店也很需要救啊 餐厅也很需要救啊 在大家如果是安全 譬如说安全措施都做好 防疫措施也做好的情况之下 也许进剧场来看戏 可以让 我觉得啦 包括了模仿阿嬷 或包括了 我觉得这两部戏 我觉得很适合在这个后疫情时代推出 因为大家就是看来笑笑的 对 应该是讲说 其实我们也在观察 就从中秋节开始 然后一直到国庆日的廉价 是 那其实人潮都还相对蛮多的 中南部都不得了了 可是你想想看 在观光的产业上 尤其是像那种吃东西的地方 你一定会偷偷的找地方 没错 吃一下 我跟你讲剧场才是最安全 对 因为相对剧场跟电影院相对安全 因为他们完全禁止饮食 没错 你就是从头带到尾 我跟你讲剧场是还比电影院更安全 因为电影院是之前 还没有疫情那么严重的时候 其实在电影院可以吃东西嘛 剧场是唯一一个地方 你就是进来连喝水都不行的 喝水跟吃东西都不行 你根本连脱口罩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其实相对是安全 相对来讲 他的如果防疫做好是比较安全 为什么我说今天要推 魔法阿嬷跟好好爱我 青春最梦的 就是笑音哥 我这样听听歌也会觉得 就觉得心情开心 我们下一个阶段来聊聊 这两部戏呢 春河剧团推出的 这两部下半年度的重头戏 到底在演些什么 然后也跟各位听众朋友讲 该时候了好不好 进剧场去看戏 会让大家心情 获得一个不一样的舒缓跟愉悦 今天雨天每天都想你 Hug Radio 是我扬起 就一起 在一起 青春有主见 他们最亮眼 POP有够近 吃喝玩乐最有近 10月17号星期天的早上10点钟 欢迎再度回到POP 有够近 我是怡沛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是 春河剧团 要推出这两部戏 魔法阿嬷 还有好好爱我青春追末人 校园歌喉站 其实这两部戏 其实在现在 在网路上 你只要搜寻春河剧团 你都可以搜寻到 相关的购票记录 然后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是 制作人 狼祖明 祖明哥 好 这个魔法阿嬷 好像听说是一个 很厉害的 算是动画 对 然后改编的 是一样的故事背景 这个是这样子 我们的故事是改编自 魔法阿嬷这个动画 那这个动画是 1998年的时候 1998 已经二十几年了 这么久了 我竟然就刚好 lost掉没看过 没关系 你还有机会看 因为最近小弟老师 他们也在 在做复刻版 是 那当年这部动画 其实很受到瞩目 那其实当年就是说 很多的 原本当年的最佳电影 那时候 他有入围最佳 最佳电影 当然没有得奖 那没有得奖的原因 就是说 有一些评审觉得 他有一些怪力乱神的元素 在里面 哎哟 OK 你像二十年后 现在怪力乱神还少得了吗 我们每一年推出这么多的 什么鬼片 什么有的没的片都可以入围了 对不对 所以在时空环境背景的 所以当年其实 那部动画是非常受欢迎的 而且陪伴的像很多的小朋友的成长 嗯 那所以其实我们就一直惦记着这件事情 而且当年其实最 应该讲说大家最津津乐道的就是 演阿嬷的配音 文英阿姨 是 他那一口流利的 台湾国语 是 非常非常的精彩 是 那所以呢 呃 郎祖云就是我们春河剧团的艺术总监 就想说 他一直很喜欢这个戏 那我们就 跟小李老师谈 嗯 就把它改编成舞台剧 哦 但是你知道 像一部很很棒的一部 譬如说动画电影好了 动画电影有动画电影 因为有很多特效什么的啊 但我就很好奇 像是这种比较稍微虚幻的 然后当初被评审说有点怪力乱生 当然是有有意思嘛 因为里面可能会有精灵啊 会有一些就是可能魔鬼 还是什么之类等等 好 那如果听众朋友 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 在二十年前 真的有去进电影院 看过这个魔法阿嬷 那如果没有的 来今天来听 祖明哥好好讲讲 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故事背景 呃 其实这个故事背景是 黄黎明老师 他是根据他的家乡的经验 其实他讲的就是基隆 的海边 我家乡欸 对 你的家乡 没错 他其实就是透过他从小的一个记忆 那这个阿嬷 他其实是一个 我们如果照现在的角度来讲 他其实是一个道士 哦 所以他在这个村庄里面就是 都是在帮村庄 解决事情 消灾解恶 消灾解恶 然后做一些法事 是 那所以呢 他相对来讲 他会 度化一些所谓的灵魂 嗯 OK那大家就觉得他是 就是可是就年轻人来讲 就觉得这个 这个这个阿嬷怪怪的 嗯 OK 他常常就对着空气在讲话 嗯 嗯 那这个摩摩阿嬷的故事 就是说我们这次我们改编 原著是小孩子 是 那我们改编成青少年 哦 为什么呢 因为小孩子在剧场里面 比较不好控制的 而且其实是超难控制的 谢谢 对那我们改成青少年 而且我们把它跟现代做结合 就是一个 三膝成瘾的一个青少年 哦 然后家庭状况 就是跟妈妈的关系 不好 对 就妈妈就决定 要把他丢到阿嬷这边来 是 可是妈妈跟阿嬷的关系 也不好 嗯 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这部戏讲的 道士者的部分 阿嬷的部分 其实强调就是 人 敬天爱神 嗯 还有包含我们的一些民俗 嗯 其实我们必须要尊敬他 嗯 而不是排斥他 或者是觉得他怪力乱神 是 那第二个就是说 现在的孩子 其实他们对于 他们已经三膝成瘾到一个阶段 所以他没有办法去感受 人跟人之间的那一种情感 嗯 所以当妈妈把他丢到阿嬷那边的时候 他第一件事情就是讲说 嗯 为什么这里连讯号都没有 哦 他要怎么生活 这个不要说小孩啦 你现在把一个成年人 丢到一个没有讯号的时候 也不行哦 对 所以你想想看 如果我们在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之下 对 然后我们怎么样去呈现 一个敬天爱人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是 那我们透过一个基隆的小渔村 当然当年二十几年前 那个当然是没有讯号 是 但现在我们就把它变成说 哎 讯号很差 不行 我不准你这样子 我不准祖明哥这样 这样污蔑我的这个故乡 二十年前有讯号吧 只是阿嬷可能住在山上啊 对 更偏远的地方 更偏远的地方 有啦有啦 基隆港那边二十年前 还是有讯号的 就是我们当年的设定 就是现在我们有些设定说 可能讯号薄弱 或者是有干扰等等 就是让这 然后家里面 阿嬷家里面没有 甚至还没有LED的电视 他找不到HDMI在哪里 是 就是现在小孩子 那这中间当然就会包含说 为什么我刚刚讲说 他是一个敬天爱人的故事 因为阿嬷在帮村民解决问题 那他们会遇到一些 不愿意离开人世的灵魂 那他就先帮他们保留着 希望慢慢帮他们度化 希望他们能够心存善念 然后慢慢的去 回到他该去的地方 那这个故事其实最后就是 其实就是这个痘痘 这个他的孙子 不小心把那个打翻了 所以有那个怨念很深的灵魂 跑出来 然后而且呢 这个怨念很深的灵魂 我们阿嬷里面最有名的一句话 就是要把你阿嬷卖掉 把你阿嬷卖掉 对 把你阿嬷卖掉 为什么 就是这个恶灵 他就是你要收集到阿嬷的眼泪 就是骗痘痘 你收集到阿嬷眼泪之后 你就可以回到都市去 可是对于这个恶灵来讲 他只要收集到这个 道士的3D眼泪之后 他就可以变成 法力无边 就变成很恶很恶的恶灵 是 这听起来故事很有趣 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对啊 现在的小孩其实都很多隔代教育的问题嘛 就是爸妈就会把小孩丢给阿嬷照顾 然后爸妈自己去忙活干嘛之类的 那小孩如果给阿嬷照顾的话 大部分的时间阿嬷都没在管他 就让他抽机或平板 他就可以过活了之类等等的 但是我会觉得 假设如果把这个原本是小孩的故事 然后改编成青少年的故事 刚刚好你们这次找的这个男主角范绍勋 对绍勋在里面演的就是豆豆这个角色 对他就是我们的男主角 就是那个青少年 是 就是那个猴死小孩 高小孩 是 对我们特别就请他来 因为他 主要是因为我们这里是在海边嘛 那他其实是个游泳健将 那我们的戏里面有很多 他要自己去揣摩游泳这件事情 对 当然是透过机关跟道具 对 那第二个呢 也是因为他 他是狼姐的干儿子 是 对所以就想说 那也是他第一次演舞台剧 哦是吗 对所以他也非常紧张 哇天哪第一次演舞台剧的演员来说 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挑战 因为无论是在电视啊 或是在就是有镜头在找你 跟你完全没有镜头在找你 你要去 你要在舞台上 呃我必须说我回想我第一次站在舞台上 演舞台剧的时候 真的是蛮可怕 真的吗 真的是蛮可怕 因为那就是跟你的很细微的表情台下观众看不到 可是你要怎么样用肢体的动作又不能太夸张的 让观众能够cash到你所有的情绪 还有你在讲台词又不能含糊 那绍勋在排戏的过程 应该已经排的差不多了吧 这一部排的差不多了 对 我们基本上已经排完了 其实刚开始前面几次排练的时候 我有点担心 哎呦怎么说 电视表演法跟舞台表演法 差太多了 完全不一样 真的 所以当前面几次排完之后呢 我们那个狼姐就把邵勋 抓下来特训 哈哈哈 对所以他额外特训了很多 现在就已经改善很多 就包含他的声音 他的肢体 是 所以狼姐就特别给他做一些特训 对 虽然说邵勋是金马奖的 最佳新人演员奖 现在也是非常受到瞩目的 但是你知道 要把他丢到舞台剧的剧场 那又是一个不一样的考验 但我相信啦 在经过狼姐的这个特训的指导之下 再加上舞台剧 我觉得他成长会非常快 是啊 而且这一次除了邵勋 他是最主要 就是我们这次主要是 阿嬷跟孙子的故事 但是演这个 我们在台北场的时候 演那个孙子的 逗逗的妈妈 我们故事的情节 其实就设定 他是一个歌仔戏班嘛 所以我们在台北的这个妈妈 我们特别邀请 那个我们的当家小生 李如玲老师 哦厉害耶 对对对 所以在 等于是说 我们有一点就是把我们现在的 包含我们自己在做的一些传统戏剧 的一些过程 就其实这些戏班 真的要照顾孩子也不容易 很难 对那如玲老师还自己想办法 这个唱啊什么的 了解了解 所以其实结合了蛮多 包括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比如说 现在在社会上发生的事 假设如果说以前的戏班子 其实到现在都是一样 你说现在歌仔戏班 那他们其实每一年的巡演都非常多 非常的忙碌 你真的要能够花心思去照顾小孩 我还真的没有 所以这样一切都串起来 对 好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其实魔法阿嬷 还有很多的超强卡斯 算是隐藏版的 每一个点 因为其实是在巡回嘛 每一个点 你可能都会看到不一样的人出现 待会再请主名哥给给我们点 丢一点这个 这个牛肉出来给大家 就一直在一起 青春有主见 他们最亮眼 POP有够劲 吃喝玩乐最有劲 10月17号 星期一天的早上10点钟 欢迎再度回到POP有够劲 我是宜佩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是春河剧团的制作人 狼祖明 祖明哥 好那刚刚听完了上一段 可能会有很多听众朋友想说 这部戏好像真的 我觉得何家大小都可以一起去看 很适合其实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去看 因为我觉得有很多东西 小朋友非常有共鸣 或是爸妈在叫小孩说 不要一直要用3C产品 或一边看的时候说 你啦 台上就是在演你啦 我觉得其实应该蛮有共鸣的 对啊 就是所以我们在海报上面就讲说 你现在孩子都在线上打怪 线上打怪有什么了解 我阿嬷打的是真妖怪 真的耶 真的耶 所以这个戏当然何家观赏 我们强调的是亲情很重要 就是说沟通 这是第一个 那沟通不包含人跟人的沟通 包含说你对于仙人 你该怎么样敬畏他 是 或者是一些你不晓得的事情 其实像这一次狼姐还特别跑去 这个基隆 这也是基隆 那个雷城坛 找那个道长学那个身形步 真的假的 狼姐这么这么的认真 没有没有 因为他很怕说他在舞台上乱比 会被人家骂 所以呢我们特别 所以其实那个道士是有真的有步法 那屈性太厉害了 对对对 他也是看 从小看我都觉得 好想偷偷模仿 偷偷学 所以那是有一个固定的步法 对 他有一些是固定的手势跟步法 所以狼姐他 他还跑去基隆的那个雷城坛去学 那刚好在基隆 所以我们这个故事就包含这个整个 我觉得很 我觉得是个缘分 然后就整个都串起来 是 然后 其实我们 当我们到了雷城坛 看到这个道长 不管是身形步 还有当他讲解 这些为什么他们要做这些法事 这些由来的 就觉得说 哇 其实他只强调一点 就是劝人为善 对对 就这么简单 就劝人为善 所以阿嬷也是希望说 这些可能没有办法超度的灵魂 希望他们能够慢慢的有善念 然后慢慢的能够去到他该去的地方 然后我们也结合了 在我们的 刚刚讲到就是说 这个基隆最有名的中原记是什么 放水灯 没错 放水灯 我们场景也会有这一幕 怎么呈现 我们这次的舞台比较特别 就是说我们会有一个 一个假镜框 对 假镜框之后还有一个强迫透视 强迫透视之后最后的 最背面还有一个LED墙 所以我们等于是有投影LED 去创造出一个3D的画面 对 然后等于是说 像这些跟打怪的部分 都是透过影像而来的 而且我们现在正在设计一个 这个还在设计当中 但我们希望能够成型 我们希望设计一个 就以前前一阵子你们有听过数位天灯 有对 就是你写字之后就会有 有啊 现在都可以 数位的灯跑出来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剧场里面 看能不能做到数位水灯 也就是观众可能进场前 把你想要写对仙人的注 我懂 用简讯传 然后到我们那一幕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看到 你们自己放的水灯 很棒耶 现在都有线上光明灯了耶 所以你看剧场现在可以玩的真的非常的多 我们希望啦 因为这个就是还在跟技术那边在讨论 但是如果是有这样子 其实你看我们进来剧场 不是只是看戏 然后还可以对你自己 想要对祝福的人 写下祝福的话 你看 你看 你去看电影 电影上面也不会出现你的名字啊 对不对 我们看到那个RAWCAR上面 不会有我们的名字 不好意思 但是你进去看剧场 因为我觉得现在也拜科技所赐 所以现在剧场可以玩的东西 我觉得剧场很不一样的点 是因为观众跟台上的演员 有时候是完完全全契合 你说是所有的呼吸也好 所有的情绪感受也好 在那一刻发生的时候 是你我的感受 是完完全全连接 跟你坐在电视机前面 或是坐在电影的荧幕前面看 那个是你是你我是我 那是很不一样的感受 我必须要说 如果真的没有进过剧场看戏的 听众朋友真的大推 你只要进到剧场里面去看戏 你会爱上那种氛围 那是其他任何形式的表演 我觉得啦 我自己觉得至今无法取代的 我想现场还是有现场的魅力 没错 就比方说从五月到现在 很多人都在推线上剧场 或者是文化部也希望说 如何在线上卖票 那我觉得那个东西相对是困难的 因为大家有太多的 你同样是平面东西看出来的东西 跟你在剧场看到立体的东西 那个感受还是不太一样 就像我其实在前两个月 看到这个故事工厂在线上演 那个庄子 庄子其实我看过非常多次 可是我跟你讲 那还是有差 就是那个枪声 那个震撼度 就是真的有差 所以你看哦 如果你来这个剧场里面看这个魔法阿嬷 你可以看到那个折射的效果 你要看到绍勋要怎么样去模仿这个 这个也就是游泳池里面游泳的这个桥段 这其实是完完全全 你必须要在现场才能感受到 对 才知道它的这个魅力 了解 好 我们刚刚有讲 你们到底想要压宝压在哪一场 因为其实我觉得就是彩蛋场有趣的点 对 你每一场都可以看到不一样的惊喜 来 其实在台北场跟高雄场 哦 来咯 这个我们的郭子弦 郭哥会来客串 是我师兄 对 他为什么来客串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其实我们这里面有两个青少年 一个叫范绍勋 一个叫郭德军 嗯 郭德军就是郭哥的儿子 是 所以他是演那个绍勋 你认真 真的啊 他是演痘痘的好朋友 不是 你是说郭哥他本人的儿子 对对 就郭德军啊 他的亲儿子 哦 我刚刚他儿子很会 很有很有很有表演欲 然后就是一个很健坦的孩子 对 所以他是会出现 那算是他的处女秀吗 呃不算啦 因为之前郭哥也有带他演过一些其他的 哦 是 可是这次他在里面角色蛮吃重的 因为他要演一个 在地的一个渔村青年 然后我们第一眼看到他 就觉得他还蛮像的 哈哈哈哈 就是包还是扁的 就是听众自己 就是他长憨厚 憨厚 对 就是说 就是很适合这个角色 因为他就是一个 呃他的好朋友 邵勋在渔村认识的好朋友 而且他身上呢 他身上一直背了一个东西 观众们看不到 嗯 最后才会看见 在动画里面出现 在原始动画里面都知道 他身上一直背了一只鲸鱼 鲸鱼 看不到的鲸鱼 看不到的鲸鱼 对 因为他对他一直觉得他亏欠 所以他背上一直背了一个鲸鱼 所以当一开始 他说绍勋 骑脚踏车说 那我可不可以 你可不可以载我 他说不行 我已经有载人了 是 他身上一直背了一个鲸鱼 嗯 了解 那这个进剧场来看就知道 我们会怎么呈现那只鲸鱼 是 所以 所以啊 那个 郭哥的小孩 就是郭哥儿子 亲儿子 有去演 所以郭哥在里面 又有客串什么角色 诶 哪几场可以看到郭哥 台北跟高雄 呃 台北跟台南 对不起 中间的两场就是由那个 陶霸 哦 陶霸 陶霸来客串 都是很厉害的 那郭哥呢 这次呢 演一个大魔王 嗯 因为我们刚刚讲说 其实 痘痘不小心打翻了 那个阿嬷在祭拜的恶灵 对 那恶灵就跑到了阿嬷 他养了两只宠物 嗯 一只狗一只猫 嗯 那只猫也很特别 猫也是我们这个金钟金马奖 常常入围的 嗯 用酒干妈点的侯燕熙 侯燕熙我跟他合作过 他演猫 他演猫 而且他第一次演坏人 他就是演那只猫 那郭哥呢 就是演那只猫的灵魂 哦 猫的灵魂 对 就是那只猫最后会 一直无限放大 因为他就一直在吃妖怪 他想要让自己更强 然后他也骗了痘痘 要去阿嬷的眼泪 越来越大 然后最后 失败了之后才出现了 他真正的灵魂 就是郭哥 嗯 我怎么觉得 整部感 听起来这个桥段很荒谬 对 他会 就是我们必须要用动画 都会有那种很夸张的表演方式 然后我会觉得 我光是想那画面 我觉得好笑 其实他每次排气都很好笑啊 所以他等一下出来那个灵魂 应该不会有磕屁的影子在上面吧 应该是不会吧 应该不会啊 没有 看到郭哥就很想要 就对他会有一些既定的印象 但是呢 他演这个大魔王 要么就是看到郭哥 要么就是看到陶传阵陶霸 对 其实两个都是很厉害的 就是舞台剧的高手 对就特别请他们来帮忙 了解 就是最后出现很重要 因为为什么会请他们来 因为大魔王的出现 最后的感情 其实他为什么会 为什么不愿意离开 为什么那个结没有解开 那他们演的是情感的东西 一定有背后的原因 就请大家进剧场来看 好那相关的 譬如说购票的资讯 请上春河剧团来看 好另外一部戏 其实我自己也蛮期待 因为我在两年前 我其实一直觉得 以前啊 我一直觉得看歌舞剧 会让我觉得也许在 譬如说在国外啊 就会觉得 好能够生利其境的感觉 我总觉得台湾的歌舞剧 以前看就会觉得 尤其是音乐剧 就会觉得不知道 就是觉得好像少一位 还是哪里没有到点 可是不过这两年 其实我觉得 大家都一直不断的进步当中 现在的音乐剧 其实我觉得 无论是故事背景也好 或是故事 譬如说要讲台词 然后串接唱 我觉得现在都很厉害 来 另外一部戏 好好爱我青春追梦人 校园歌喉战 是一个什么样的戏 呃 这个戏呢 是其实是桃园 桃园话局委托制作的 那 为什么叫好好爱我青春追梦人 那看到这几个字 应该 像我们这种年纪 应该会比较有印象 青春追梦人 感觉好像就是 郭富城那个年代 才会有什么追梦人之类的 没有啦 追梦人跟好好爱我 其实都是 凤飞飞的歌 哦是吗 哈哈哈 更古老了 对对对 没有为什么 因为其实 凤飞飞是大西人 是 大家都知道 可是 我们并没有要讲凤飞飞 其实我们讲的是 追梦这件事情 年轻人的追梦 那这个追梦 我们如何去发扬当年凤飞飞追梦的精神 那我们其实 非常的青春 我们真的就是校园歌后站 我们讲的就是两个学校 然后要 对抗 比赛 所以里面会有很多的battle 然后会有就是rap 然后 这两个学校其实要被并校 这也是 反映到我们现在的一个状况 真的 要被并校 这个一个西北一个西南 那到底 并校之后校名要叫什么 那他们后来校长就决定说 那我们干脆来一个这个歌舞比赛 因为他们学校都有 都有那个音乐班 那个比赛 那这中间的过程呢 当然还包含两位老师 指导老师 他们长年的一些恩怨 OK 所以两个带领的方法 比方说狼姐演的是一个 很谨慎的一个古典音乐的老师 所以他就是用的是很激烈 好适合哦 这角色设定好适合狼姐 你要 对不对 就像那种贫穷剧场的概念 你要你要把自己抄到极限 对 那俊逸演的呢 就是一个留发回来的 什么东西都是轻松啦 哎呀随便就大家放松 所以当两边的这个训练状况 也不同的时候 那其实我们的重点 不是在讲两边对抗 对 我们在讲现在年轻人 都有自己的梦想 是 那他们如何透过他们自己的 音乐或者是每个人不同的背景 嗯 来找到这个梦想 嗯 然后把它唱出来 嗯 我光是听到这个角色设定 我就觉得太适合俊逸跟狼姐了 嗯 因为俊逸就是一个就是 哦 take it easy 好吗 就是这样唱 我就会啦 我天生就后来就得五登奖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好适合林俊逸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跟他合作过一段时间 好 廣告之后 有没有什么 哎 这部戏 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 好厉害的看头 我们待会来补充 晴天雨天 每一天 都像你 pop radio 是我扬起 pop radio 就一起 在一起 青春有主见 他们最亮眼 pop有够劲 吃喝玩乐 最有劲 好 10月17号 礼拜天的早上10点钟 欢迎再度回到最后一个阶段的这个访问 然后呢 春河剧团的另外一部戏 好好爱我青春追末人的校园歌猴赞 哎 这部戏这样听起来 我觉得光是俊逸的设定 还有狼姐的设定 而且两个都超级会唱 尤其林俊逸 嗯 而且林俊逸就是那种 有没有那种想要叮人起来 哇 他真的是气场很强大哎 哎 他就是这样 嗯 我也常常被他叮哎 啊 他敢叮你哦 有啊 他就 因为我常常讲冷笑话 他说 这样给我好笑 这样给我好笑 我完全 我完完全全可以想象他的嘴脸在讲这件事情 嗯 可是俊逸是一个 我觉得他是一个富有创造力 很free 嗯 有点天才型的歌手 但他也很努力哦 对对对 我们这一次的歌曲是这个王若涵老师 啊 王若涵编的 嗯 然后就重新重新编的 然后呃 作词是这个呃 颜云龙 颜云龙就是那个 呃 我一下忘了那个叫什么 哦 国境之男的那个作词者 了解 对还有大艺术家的作词者 是 那他们的配合非常好 那俊逸在做什么呢 嗯 俊逸其实就是帮忙 我们前两天才在群逸上看到他 他除了帮忙要写谱之外 他还要帮忙唱 那个demo 他要唱到12音哦 这么这么累 对对对 但我相信这摩羯座的男子 他没问题的 是的 对啊 嗯 但他那里面的那个角色 可是我觉得那个气场很重要 嗯 因为郎姐气场就是 我让郎姐一走出来气场就是强 嗯 那他又是演一个就是很丁姐 对 很那个的老师 比较比较教条派的老师 那俊逸又是一个 但我觉得俊逸跟郎姐的对戏 我现在想会觉得非常好看 对他们里面有一首歌 这个叫做 呃公主彻夜未眠 嗯 这首歌很有趣 这首歌就有一点tango的tango的感觉 就是两个人 你看从以前的恩怨到现在 嗯 哦就是 然后又很难唱 那种声音 然后两个人就把他们这几年的恩怨 都把它唱出来 这首歌如果不是俊逸还真的唱不出来 真的 很难唱 对 然后那当然我们这一次除了朗姐跟俊逸之外 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 就是说赖明伟 赖明伟也很会唱 他们都星光出来的 那赖明伟是演什么角色呢 他演的就是从头到尾都会突然出现的 一个莫名其妙的角色 叫做莫主伟 他其实是我们小吃店的老板 然后也是我们公庙的公主 然后也是这个 最后呢 反正他很重要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我们在这戏里面 其实除了强调的是追梦之外 我们也希望把桃园的一些 一些当地的一些部分能够呈现出来 那赖明伟本身 他就是个公主啊 他的公就在桃园 哦是哦他的公在桃园 他的公就在桃园 也是在大戏 那他太适合演的角色啦 对对对 所以那他里面他也有创造一首歌 叫做万年香火 是 你看我们又跟香火有关了 又一样又是 如何去尊敬神明这件事情 对 对然后 在桃园 桃园其实出了很多很有名的流行音乐家 嗯 包含像刚刚讲的凤飞飞 嗯 然后还有其实我们都很熟的一个编曲家陈志远 是 陈志远的最有名的是什么 永远不回头 嗯 永远不回头 对对对 所以我们在里面也会用到这首歌 是 因为年轻人在梦想最后其实永远不回头 就是这首歌其实就很很激励人心 哇好古老的歌 而且我竟然还唱得出来 不好意思 这样是要不不小心 要偷偷透露年龄 好这段可以pass过 好 永远不回头 对等等的 那当然还有就是说 我们其实里面还邀请到一个 我们的金曲奖的最佳克宇 呃歌手 嗯 谢雨薇 是 请他来演校长 嗯 所以这里面我们也会有客家歌 因为我们知道桃园客家族群的 没错 其实很多 对客家歌 我们客家歌而不是新创 嗯 那我们也是希望用桃园当地的这个作曲家 嗯 邓雨贤 嗯 我们用邓雨贤老师的音乐 嗯 然后搭配到我们新配的词 嗯 也就是说我们希望让大家了解 就是说 虽然我们年轻人 年轻人追梦有很多的这个梦想 我们可以创造很多新的东西 是 但是也都是这些前人留下来的一些养分 嗯 然后还有他们的精神 是 了解 好 最后最重要的 听众朋友 如果想要进剧场来看看 这个校园歌喉站的话 呃演出的时间 11月27号在桃园的展演中心 是 下午一场晚上一场 嗯 嗯 而且展演中心其实看起来很舒服 哎 对 他重新整修过还不错 重新整修过真的还不错 对 嗯 所以就是 今年就这两场了 我们希望能够 今年把这个音乐好好的做出来 然后明年 疫情缓一缓的时候再加演 真的 真的 这是所有剧团的 期望 共同的目标 是 好 相关的资讯都可以上春河剧团去查询 无论是要购票的资讯啊 或是演出的资讯 或是节目的内容更完整的 都可以上春河剧团 今年非常谢谢祖民哥来到现场 希望剧场 在下半年度 明年度 大家一起加油